五把座椅一辆小车拉近你与亲朋好友的距离 一张茶桌还让你我体验休闲娱乐无限乐趣 面对奇需不平的勾卡 他丝毫没有畏惧 从50度陡坡加速滑下 他还能在指定位置恰然而止 究竟是怎样的创意 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娱乐刺激 请收看外发明创意娱乐季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外发明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 是来自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的王文君老师 欢迎王老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想先问王老师平时有什么样的休闲娱乐方式没有 我比较喜欢运动休闲 比如说这个跑跑步 到公园划船 骑骑自行车什么的 好 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跟一种车有关 但是这种车跟您以前骑过的自行车也好 开的小汽车也好都不一样 那么今天这个发明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明呢 赶快去了解一下 发明人张印 圆文君 周雄峰 发明项目 屡带式双人休闲运动车 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印 圆文君和周雄峰同学 就一直对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 所设置的休闲娱乐主题十分感兴趣 他们希望能够自己动手 设计制造一款新颖别致 而又性能可靠的休闲运动车 但真要设计并加工一辆车出来 对于几个没有多少动手经验的在校大学生来讲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别说还要把车子设计得很有创意 这对几位同学来讲 考验的难度就更大了 在老师的指导下 先设计出图纸 计算好相关数据 几个同学开始动手加工了 就这样 他们几乎利用了所有的课余时间 在车间里奋战了将近半年时间 终于成功造出了一辆样车 这就是你们团队发明的娱乐车是吗 对 这是我们团队设计出来的 旅代史双人休闲运动车 这个样子看起来还真是新颖 之前没见过这种三角形的车 对 为什么要做成三角形呢 做成三角形就是为了满足 现在年轻人一种寻求 刺激新鲜的一种心理寻求 同时就是说它的稳定性也比较好 我看他们坐的这个座椅也挺奇怪的 看起来 我们设计出来的叫驾驶舱平衡滚筒 它悬挂在这个三角形支架上 就是说不论是在上坡或是下坡 还是其他的各种复杂的路面下 它能够自动地进行条件 就是令他们骑行的人员就感觉到比较舒适 这个车子真的是外形太奇特了 没有见过它这个结构是什么一个原理 运动休闲 首先要让人觉得有意思 它可能采用了一个比较新颖的造型设计 另外它要用这种履带式的传动方式 比轮式的车辆通过性比较强 它巧妙地利用了架子 把一个皮带的轮挂在上面 而且又不与整个其他的结构发生干涉 这是它设计比较巧妙的地方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车子在行进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履带啊时不时会脱落会掉出来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们接着去了解 顺着老师的指点 几位同学讲到了一个好办法 履带之所以容易掉 是因为在车子行进过程中 出现了所有晃动的情况 那么如果在每个履带接近轮子的地方 加上一个类似于带卡的东西 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了呢 于是他们很快就动手 做了四个类似的装置 安装到了车子的履带上 这是加了几个四个地方 四个地方都加了这个 这两侧 这每一侧都加了这个 即使它现在有一些运动的话呢 那么它这个你看 也不太容易掉下 它这个活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是这么大 这也掉下 几位同学对这辆改进后的履带休闲运动车 可谓是信心满满 他们兴致勃勃的 就立在校园里试车了 来看看这对情侣 操作起来怎么样 看着大家玩得很开心 我们的记者也决定亲自试一试 太沉了 我已经尽力了 其实有点吃力 有点吃力 我感觉这个动力上还得再改进一下 但是这个如果用脚灯的这个传动上 也可以再改进一下 也就是说光脚灯我们也可以再灯快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 现在来讲有点吃力 要想增加车子的速度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改变动力系统 正在他们发愁的时候 武汉市某电动车企业 向他们伸来了援助之手 对方答应为同学们 量身定做一个能安装在车轮里的电机 他们还改进了五个承重轮之间的连接方式 那么换上后的履带车 其整体性能究竟如何呢 操作起来又是否方便呢 我们的记者就定先来体验一下 这个转弯的时候注意点三 只要一点不能一直下的 就是你把 这个就是刹车 对 那是刹车 送的时候注意点三 转上的时候 让它一点 不要皱纳你 这个朝前拧 对 这个朝后拧 对的 今天我可以做 往前的 这时候 考虑我的反应 拧得越多 然后走得越快 可以躺下来是吧 可以 不会翻过去吧 不会 我出发了啊 好 一二 一二 走 我愿意 感觉骑起来还是可以的 就是那个 要两只手 对 自己和自己 接合 对对 第一次骑还可以好 第一次骑的还好 虽然通过了记者的 试骑考验 但是 真正有难度的测试 还在后面 旅代是双人 休闲运动车 设计的初衷就是 要让大家体验一种 新鲜刺激的运动方式 因此 对于它的通过性能 自然有着很高的要求 那么这辆车的通过性能 究竟如何呢 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 首先来看看这辆车的过沟能力 尽管履带车先天就有过沟的优势 但是这辆车的履带 看起来这么脆弱 究竟能不能应付得了 我们设计的沟卡呢 找到一块空地 在地面挖出一个土坑 你看我们在这个前面呢 挖了一个坑 宽度也挺宽的 我们来一下 这个 差不多30公分左右 最宽的地方比30还多 然后这个深度 深度也20多公分 也就是说下面这个助力 你肯定是用不上了 对吧 你感觉车能过得去吗 我个人觉得没问题 试试吧 几位同学很有信心 果然他熟练的发动车子 很轻松就通过了前面的勾 一点难度都没有 没问题 没问题 我看过来还挺平稳的 蛮轻松 感觉呢 是低脚平稳的 没有想到能这么平稳的 就通过了 行 咱们现在再加宽一点 试一下好不好 试试吧 试现在的两倍 试一下 试试 有信心啊 好 来 同学们三下五除二 就把土坑给加换了一倍 现在我们量一下 大概有多少 来 试一下 哇 接近六十公分了 最宽处已经达到六十公分了 感觉这样的宽度 咱的车还能过得去吗 有条件吗 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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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条件是后轮陷下去 后轮的直径不是特别大 后轮的直径是多少 后轮的直径是285 285 285毫米 你就是才30 不到30厘米 对 不到30厘米 但是现在这个坑已经有60厘米宽了 对 好 那咱们试一下吧 现在 好好 先试一下 上车 哇 60厘米宽的土坑依旧顺利通过 有点意外 我看那个轮子根本没有要线下 对 基本没线下去 要不要再宽一点 可以再挑战一下 可以再挑战一下 好 咱们再把这个钩加宽一点 加到80厘米 试一下 这一次 钩的宽度要增加到车身底盘宽度的一半 也就是80厘米 车子还能过得去吗 哇 80厘米 80厘米已经过了 对 基本上最窄的地方也有80厘米了 你感觉这个车现在能过得来吗 嗯 40厘米 40厘米 这个不好说 只好是慢点来 先看一下能不能过程 有点担心了 有点 有难度了 觉得有难度了 有难度 咱们的车身宽是多少 想想一下 车身宽是 1米9 1米9多一点 钩的宽度已经达到整个车的一半了 将近一半了 你感觉还有信心能过去吗 试一下吧 还是有挑战性的 还是有挑战性 对 我们看到几个队员开始商量对策 似乎对眼前的土钩 有点担心了 准备好了 好 加油啊 注意安全啊 祝你成功啊 准备 开始 哇 有点惊险 但是车子还是顺利通过了 刚才还是什么状况 我看差点掉进去后面这两个轮子 对 刚才这个轮子差一点就掉进去 是吧 但是很快的就又过去了 当时可能和就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如果速度再快点的话 可能就比较平稳的就过来了 比较平稳啊 对 哎 轮子掉了一部分啊 对 我们看到轮子坏了 坏了一部分 嗯 感觉如果要是我们现在再增加一点难度的话 咱们该挑战一下 应该 没问题 试一下吧 第二个土坑完好了 难度系数在不断升级 已经让几位队员有点担心 咱们重新检查了一遍车子 并且嘱咐着队友驾驶技巧 但是这个比较平稳的 它就是没有开的冲击 80 基本上窄的地方有80 你感觉如果我们连续过这两个坑的话 你看你的车可以吗 说实话还是有点担心的 因为本身过一个80的坑 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 我们之前都从来没做过这种实验 而且现在它是连续的过两个坑 一个是对车的平稳性 对它的动力等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是留给车自己调整的距离有点短 也就是两个坑之间的距离还很近 对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连续通过两个80厘米宽度的土钩 对于这辆车身 只有1.9米长的车来讲 难度可想而知 而且对驾驶者的操作技巧 也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围观的群众也替他们捏了一把汗 过来了 好像又掉了 这个轮子永远都是受伤最厉害 它有可能是因为第一次 然后它就出现了棱角 然后你载过的时候 又是一个硬性的冲击 然后所以说它就更容易掉了 怎么样 你刚才驾驶的时候感觉 非常紧张 我看你很紧张的样子 对对对 它给我很大的惊喜 没有想到 是吧 作为一辆休闲运动车 在行驶过程中 除了遇到坑坑巴巴的不平路面 各种大小坡路也是很常见的 那么这辆履带休闲车的爬坡能力 有怎么样呢 我们决定实际测试一下 为了清晰地观测到坡度的大小 我们找来木板 利用台阶搭建了一个坡路 看三位同学能不能驾驶 他们的履带车 成功爬上去 爬钩过坎 进气制动 面对不断升级的极限考验 这辆履带休闲车 还能轻松应对吗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 创意 娱乐技 先来试一试15度的坡路 这间操作者对准方向 车子很轻松就爬到了坡顶 我们现在把这个坡搭走一点好不好 可以 试一下 这应该有一个25以上的 25度左右了是吧 可以说比刚才确实是抖很多了 明显能够看出来 第二次视野 同样顺利地爬到了坡顶 25度的坡度 似乎也不是问题的 那么我们再增加难度 你感觉这个坡度 大概有多少度了现在 现在坡度 估计已经达到了35度左右 35度 对 调整好车的位置 袁文君驾驶的履带车 一股作气冲了上去 差一点就上去了 半周年停下来 对 宽度不够 然后留给车的调整空间很小 所以说就只是它行驶比较困难 就是没有你施展的空间对吧 对 是的 好 那要不咱们换一个实地的坡度测一下 可以可以 几位同学认为 车子本来是可以爬上去的 只是受到了场地的限制 于是 我们找到了学校的一个自然斗坡 这是学校的一条主干道 平常自行车经过的时候 都要狠使劲才能登上去 我看你好像很吃力的样子 这个坡登起来有点费力 有点费力 因为骑自行车都有这么费力 那个车那么大应该有难也挑战性了 很难说 行那咱等会看看它的表现 好 自行车起得如此费力 这个坡究竟多少度呢 我们找来了专业的测量人员 大概有34.96度 有31度左右 这个坡看起来应该比我们自行搭带还要抖一些 你感觉要抖一些 但是这个路就比较宽一点 对宽敞很多 至少你可以很随时调整方向 对对 准备好了是吗 加油啊 原文军鼓足了劲儿 驾驶着履带车冲了上去 没想到 他竟然一鼓作气 就冲到了坡顶 中间甚至都没有停歇 31度的陡坡 也没能难倒我们的履带车 这次我们要来一个极限挑战 在学校的石藤附近 有一个坡路是让很多骑自行车的朋友都望而生畏的 就连有的汽车都会担心半路熄火 这个坡度究竟有多少呢 我们实际测量一下 谢谢 现在算出来这个度数大概有50度 50度左右 对 这个坡度有50度 对对对 52度的陡坡在我们的现实路况中也不是经常遇到的 我们的记者准备亲自骑自行车 感受一下 我已经尽力了 不行 不行我已经尽力了 能走到这个一半大概三分之一的位置 后面的这个坡度我估计是上不去了 这么陡 我骑自行车的感觉很难 这个能上去吗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啊 对对对 是他很有信心啊 对对对 就是说 走度有50度 已经要超 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我们的设计的理论设计 算是挑战了一下子 现在上面还有两个那个路障 点树袋 也会影响 它会让您的这个车是不是半周间 对有可能半周间停下了 只见他往后退了一下 想要利用惯景冲上坡 可是这么长的50多度的陡坡 可不是能单靠冲劲就爬上去的 后劲也要很独裁性 哇 终于冲上来了 冲上来 怎么斜的这么厉害呢 自然的就有一种是这样倾斜 哦 也就是说您走的实际上是在斜坡上 对对对 既在上坡又在斜坡 由于驾驶舱采用了自适应平衡滚筒设计 并确保乘坐者的重心 一直低于整车的中心轴 使得整车及时面对大角度的陡坡 依然能够保持平衡 并且一定程度上保证了 骑行者的舒适度 虽然车子的爬坡能力是不容置疑了 但是我们知道 要想在休闲娱乐时注意安全 还有一点是不得不考虑的 那就是车子的制动性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刹车距离 那么这辆体积又大 重量也不轻的履带休闲车 它的制动性能究竟如何呢 我们决定实地测试一下 为了增加对比效果 我们找来四人子行车 并且要求两辆车 同时从15度左右的坡上 加速下行 一旦遇到刹车线 就迅速击刹车 看看车子最快能在 多远的距离内停下来 也就可以分别测量出 两车的刹车距离了 你感觉你的车 能在五米的距离当中制动下来吗 感觉可以比较有信心 比较有信心 能刹得住吗 完全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预备 开始 两辆车同时从坡上 加速开了下来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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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是撞破了 什么原因呢 一踩出之后 滑出去很长距离 滑出去很长距离 五米之内 你们都没有停下来 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踩死了吗 刚才的刹车 踩死了 踩死了 都是得踩死了 都是得踩死了 你感觉刚才的时候 有急刹车吗 还是 对 急刹 有没有觉得很不舒服 人往前轻啊 没有 没有 那还是不错的 自估之前的速度 并没有达到履带车的最佳状态 于是我们决定增加难度 让车从一个 约为五十度的陡坡上冲下来 看看车子还能否 在短距离内快速制动 大概这个位置 多少 好 这个坡确实太陡了 可能电视上大家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不管是走还是开车 甚至是骑车都特别吃力 你感觉这个坡度 在三米之内 你能停下来吗 有 是 下面撑下去 关键 特别办 我也特别的 考验绿带车 极限的时刻到了 当车加速 从五十度的陡坡上冲下来 速度是可想而知的 车子还能紧急制动吗 车子在机箱撞破坑板的瞬间 停了下来 好危险 好险的 刚好停到这个 这个板的面前了 对对对 三米的距离 看你好像很害怕 我很紧张 为什么 很危险 这个看着 看着前面站了就有一句 有点害怕 如果我把它 再缩短一点 难度恐怕很大 很大 2.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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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挑战一下 你可以选择放弃 这个难度很大 挑战一下可以 挑战一下可以 我们试一下吧 虽然不到三米的制动距离 已经很不错了 但既然要挑战极限 我们索性 就把制动距离 缩短到了 2.5米 准备 开始 这一次 车子没有及时停下来 撞破了 当在前面的 泡沫挡板 哇 差一点点啊 看来 2.5米的距离 还是近了点 对对对 你感觉刚才怎么样 为什么没杀住啊 这个坡度 速度冲下来比较大 这个杀出来有难度 有难度 对 确实是关性太大 我们看到 那么高速的状态下 3米左右就停下来了 那它怎么做到的 它制动性为什么能这么好 那么我来做一个实验 不对轮子进行制动的情况下呢 这个时候它会溜下去 对 如果我们把这几个轮子全都用刷车给它爆死 在有坡道的时候呢 它会停着在这儿 就是靠近摩擦力 对 但是呢 如果我这个坡再大一些的话 我就觉得它就会滑动了 虽然不会滚动 对它超过了 它的辅着极限 它就会滑下去 它只能提供这么大的这个辅着力 嗯 那么再看看把它 加上履带会是怎么样 嗯 嗯 就相当于一个履带车刹车的状态 现在是不是 是的 可以这么理解 那么看呢 我这个角度到很高的时候呢 纹丝不动 嗯 仍然可以保持一个很良好的辅助 那么这样一个休闲履带车 是不是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呢 我们接着去看看 傍晚时分 我们来到武汉市的某景区 这里经常会有居民前来散步 湖边也有不少娱乐休闲设施 三位同学设计的履带休闲车 会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吗 小朋友 你之前玩过这种车吗 见过没有 再来一个 你感觉这个车给你定印象是什么样子 你感觉这个车给你定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跟挖土机一样 跟什么 挖土机 挖土机啊 你感觉它跟挖土机一样啊 我真可爱 想不想玩一下 让大哥哥教你一下 好 玩一下啊 先做针一下 先做针一下 好 看着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旁边路过的一对情侣 也好奇地想要尝试一下 我们两个一起 感觉一下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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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一天一天动 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 看你们两个谁不等谁 好不好 一谁 谁不等谁 谁就快了 所以车就偏了 好 来 走 看谁不等谁 好好玩 好了 体会 OK OK 谢谢啊 怎么样感觉 感觉还蛮刺激的 就开了一个车 你那美女 就是蹬起来有点吃力 蹬起来有点吃力 你能玩的 能玩的 由大学生张印 袁文君 周雄峰等同学设计制造的 履带式双人休闲运动车 主要由左右履带行走机构 驾驶舱平衡滚筒 混合动力系统 三部分组成 三角履带的行进方式 决定了车子在制动性和爬坡越野性能上 有明显的优势 做以独特的自适应平衡滚筒设计 故技能让骑行者保持身体平衡 还增强了骑行过程中的舒适性和刺激性 而新颖别致的外形 合理紧凑的结构 则为人们休闲娱乐和极限竞技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发明者十分巧妙地将这个 左驱动装置 右驱动装置 还有中间的这个成员的装置 做成一个同轴 三轴都可以转动的这个结构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实现左右驱动履带呢 不在同一个平面内 对不良好的路面 凹凸不平的路面 实现一个很好的方形 第二点就是 它采用了一个连杆机构 这样呢 在驱动人和轴动人 轴距变化的过程中 它可以实现稳定的链条传动 虽然这个车辆的通过性比较好 但是呢 它的灵活性比较差 我们建议它在下一步的改进过程中 采用性能比较好的履带 实现这个稳定的性能 为了迎接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 温州大学的三位学生 童岳飞 刘奔和毛泽广 自发组成了一个创新小团队 小设计制作一辆 大家从来也没有见过的自行车 不仅如此 他们还要求这辆车 能供几个人同时休闲娱乐 那么车子究竟要设计成什么样子呢 三个人充分发挥想象力 经过两个多月 反复不断的尝试 好不容易才把模型给搭建了出来 我感觉这个车现在设计的还是挺新颖的 有五个人在上面一起 可以一边玩一边锻炼 现在我们主要在虚拟世界上 每天电脑上面缺乏人之间的交流 然后有了这张桌子 所以我们每个人之间可以面对面的交流 然后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的话 可以有老人小孩 一家人其乐融融坐在这里 享受天润之乐 但这毕竟是模型 要想真做一辆实物车出来 对于这几个没有实现经验的大学生来讲 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几位同学下定决心 一定要造出一辆可以让大伙骑的娱乐小车 学校的车间条件十分有限 同学们不得不利用所有的课余休息时间 每日每夜的加工 经过接近半年时间的奋战 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 几位同学终于做出了一辆 合共五人同时骑行的娱乐小车 这就是你们做出来的五人自行车 对对对 这是我们做的五人自行车 我看着这个车怎么这么多链条呢 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其实我们这车看起来比较复杂 其实根据我解释一下 它还是比较简单 调理比较清晰的 它下面里总的是有个底盘 然后四个轮子起到支撑的作用 然后前轮是控制方向的 起到一个方向 控制方向的作用 对 改了 然后后轮呢 是起到一个驱动的作用 然后就把动力传出到后轮 对 万象节最大的优势就是 能实现所连接两轴 在连续回转的同时 依然有效地给传动轴提供动力 而巧妙地把几个万象节 连接成优性 就成功让不同方向的骑行者 都能实现驱动车子的目的了 小车好不容易做出来了 三位同学迫不及待地把小车推到了操场 想看看同学们对车子的评价究竟如何 高难度求稳 极限性承重 五人小车还将面临怎样的火热对抗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 创意 娱乐计 中为活动的同学们 对这辆突然出现的奇怪小车 甚是好奇 没见过这种东西 没见过这种东西 你觉得它这个车是做什么的 应该是比如在公园里面 几个人一起 在里面玩的是吧 应该就是像那种直排的三人车那种类型的 几个小伙子愈愈愈试的 想要体验一下 起初五人骑得还很顺利 围观的同学也越来越多 可是等到要转弯的时候 问题出现了 转不过来了是吗 转弯不对太灵活 超烈 转一个很大很大的圈 大家都各输己见 在肯定小车设计的同时 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垫条这么容易掉 难道是因为太松了吗 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安装张锦伦 张锦伦是一种控制传动链条 或者皮带的张锦装置 当链条偏离中心时 可以起到一定的约束调节作用 难道这样一个简单的调整 就可以解决小车 吊链子的问题了吗 他究竟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到实际体验了才知道 于是我们把五人娱乐小车 运到了附近的一个公园 第一次见 怎么用的 这个车 你猜一下 我让桌子上算不 边起车 边吃饭 好久啊 不错 感觉能使上劲吗 好久我坐这会响的 老是响是吧 打直 虽然链条一直在咯噔响 但平路上寻起来好像还不错 不过遇到有点坡度的路面 似乎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这个小卵石路还有坡度呢 对对对 怎么样 链子坏了 这个可能放链子控不行 这种它插起来会嘎嘎的闪 时间一长它磨成的更大 这次的体验也给三个小伙子 再次敲了一个警钟 可是他们仔细研究后发现 这么多的问题 似乎不是简单修改一下就能解决的 这可怎么办呢 紧紧商量 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重新再做一辆 花压力没动力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竟然成功做出了第二辆 五人娱乐小车 并特意为它喷上了鲜艳的橘黄色 第一辆的话是有两个轮子 然后它在遇到不平的路面的时候容易卡住 然后也不协调 所以我们换成了一个大轮子 就是前面这个大轮子是吧 对对对 后轮原来是用一根轴来连接的 所以转弯的时候 对 现在把它换成两个轴 然后就可以更好的转弯 这辆车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不仅在平路上行驶轻松自如 连爬起泼来也不是那么费力了 原来之前频繁掉链条 主要是因为车子在行进过程中 传动轮上方的链条 一直处于松边状态 因此链条十分容易脱落 而同学们巧妙地在传动结构中 增加了一对咬合齿轮 从而顺利将上方的链条 调整为紧边 保证了传动顺利进行 三位同学自己骑得很开心 但是跟第一辆比起来 这辆黄色小车的性能 真的提高了很多吗 我们不妨测试一下 第一轮 先来比比两辆车的驱动力 比赛规则很简单 两辆车停在中间位置 靠人力登车 进行一场拔合比赛 看看谁先把对方拖过界限 并成功到达终点 扎破气球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为双方挑选的队员 都是男女混合搭档 你们的队友会为你们加油的 你们也一定要加油 好 同学们加油 看你们究竟能够成功 刺破几个气球 好吧 好 加油这次一定要 好 一定要赢 好 安顺 加油 5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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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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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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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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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7 7 5 5 6 6 6 7 9 6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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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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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了 快点哦 好 我们的积木很快就搭好了 按理来说应该是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不太有信心 我觉得会倒一点 但不会倒太多 会有点水 彼此做这样的测试 挤出几个小伙子显得小心翼翼 看到积木很稳当的停在桌子上里 他们便更加自信的倒着起了起来 并且明显加快了速度 看来运送这样的积木 似乎没有太大难度 于是我们准备搭进一个更高层的积木 眼看着摇摇欲坠 很不稳定的样子 这次小车很轻松过关嘛 难度习俗就更大了 白白好 白白好 出来的话 现在呢 要求你们骑得更加平稳一些 要不然我们的城堡就倒了 好 好吧 1 2 3 走 假高冷的积木明显很不稳定 刚起步没多久 屋顶就掉了下来 一加速转了还不到一圈 城堡就已经倒的稀里哗啦的 可能重心比较高 然后再加上它支撑的比较少 所以可能就不是很稳 尽管积木测试有点苛刻 但小车完成的还算不错 不过究竟有多大改观 我们还是请出第一辆小车 对比一下才能知道 由于白色小车在驱动力上略逊一筹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找来五个男生当队员 当然 这辆驾驶起来相对轻松一点的黄色小车 就要由这五位柔弱的女同学来驾驶了 那现在呢 就是你们把这些空杯子运到对面去 再把那些水 那个平安地运回来 看你们究竟能够有多快 而且能运多少水 好不好 那边有男生队啊 他们的车呢 可能稍稍逊一点 但是人家力气很大 看我们能不能赢得了他们 有没有信心 有 哇 你们的杯子也不少了 很多 感觉还是比较吃力的 比较吃力是吧 但是我们是 对的是男朋友 相对来说优势还是挺大的 有没有信心啊 有 虽然车不如人 但一定要加油 好吧 好 这次杯子运雪的比赛 不仅考验两辆车的稳定性 同时在速度和转弯的灵活性上 也是一次不小的较量 各有优劣的两辆车 究竟谁会第一个到达终点呢 对不起 一二三 开车 出发了 尽管是几个小女生 没有太大力气 但小黄车在起步上 还是明显占了优势 并且第一个冲到了终点 这时男生的车不仅在速度上落后了 遇到转弯更是硬伤 只好动手来推了 火速给杯子夹满水 反复的路上 女生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男生们一着急 竟然摔碎了好几个杯子 终于勉强撑到了终点 好惨 转不过去嘛 所以说人抬过去 人抬过去的 对对对 桌子呢是不是也不太稳了 对 桌子这里有点不稳 你看过来的时候 有点偏 后来就越来越不稳了 摔了好几个杯子 对 可能松了也说不定 本来就打得没多少水 还让你们路上摔了不少 哎呦 晃了不少 怎么是 很轻松啊 就得很轻松啊 就是非常的快 而且到后面 其实我们是放慢了速度 因为看他们都没上来 然后我们为了保证这个的稳定性 其实放慢了速度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 还是把他们远远的甩在了 感觉挺不费力 挺轻松的 转弯转的也挺顺畅的 那跟他们比较 我觉得他们应该骑得好吃力啊 显然 改进后的这辆车 无论是行驶速度 还是平稳镜 都比原来的小车 有了明显提高 五人娱乐小车 最大的特点就是 希望骑车的人 能够在体验 骑行乐趣的同时 还能在桌子上面 进行一些 下棋打牌等娱乐活动 那么 从安全的角度出发 车子的结实性 就一定要经得住考验 看起来做工粗糙的小车 究竟能够承受 多大的重量呢 我们几个都 我看体型比较瘦小 对 有没有那个胖一点的人 在骑这个车可以吗 可以 你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说也是经过设计的 经过试验的 对 体重 可以接受吗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老师您体重多少 220 220 你呢 190 哇 都不轻哈 那所有这些人都上来的话 咱的车可以吗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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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有自信 好 那咱们现在就吸一下 好的 会担心那个偏沉是吧 慢一点 坐着还可以吗 舒服吗 还行 还行 好 那咱们现在就骑一下 好的 五个人小心翼翼的出发了 挺轻松的 对 各位给我们开 有点挤 轻松 没有什么 不用开飞镜 有没有感觉有点挤 我怎么觉得你们 我们是大开头 大开头 热火热火 现在呢 我们要在桌子上呢 再站几个人 看一下 是不是很累呢 看看这个车究竟能够 极限能够载多少个人 好的 没问题 艰难的考验来了 除了车子自身的承重 还有这张珠子 也要经得住考验才行 那么再加两个人 车子还能行吗 小心 往往后面坐一点 往后面坐 慢一点 慢点啊 就压力点 不如过人坐这么前面 坐后面 对 对 站住 好 OK 小车在这七个人 晃晃悠悠的出发了 车子开始响了 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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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转完的时候 稍微有点吃力 执行的话 它还挺轻松的 大为阻力大了一点 要重一点 还能转 可以 还能转 是吗 对 对 好 上面两位同学 有没有感觉很不稳的 没有 挺稳的 那咱们再站一个人试一下 行 看看这个车究竟 行不行 好吧 好 可以挑战一下 第八个人站到了桌面上 这意味着 整车承受着将近七百千克的重量 这个数字已经大大超出了同学们的语呼 小车还能坚持得住吗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试着再骑一下 好不好 好的 这辆小车沉默在这八个人的重量 晃晃悠悠的 看起来好像在表演杂技 可以吧 可以 原来没什么变化 偏偏这时 天空不作美 还下起了小雨 但是 面对挑战 大家依旧兴之未减 感觉拐弯吃力吗 有点吃力 有点吃力 右边有点吃力 是吧 满下也有点吃力 中心高 它有点晃 不过还好 不会摔的 不会摔的 两边的人感觉累吗 早上有点吃力 早上有点吃力 对对对 刚刚走短的时候 我们这边踩得快一点 就有点吃力 小车的表现还真是不错 几个小伙子 对这辆五人娱乐小车 信心更足了 于是 他们又一次信心满满的 把车子运到了江边的公园 这一次 三位同学和他们的小车 才会遭遇之前的冷遇吗 大家会不会仍然 质疑声不断呢 小车刚被推过来 呼噜的群众 很快就好奇地围了上来 见过这种车吗 之前的车 没见过 你猜它是干什么用的 它是绿油的 像打麻将的 像打麻将的 要不要骑一下 可以骑一下 可以骑一下 来来 我们几个三个车 三个车 慢一点 一路下来 五个人骑得十分顺利 还柔有兴趣地 体验起了倒车功能 有没有想到 它可以倒着走 倒着轻松 还会轻松一些 但是这辆车 可不光是用来骑的 它的主要功能 还没展示呢 对于我们在小车桌子上摆下的棋局 这位骑友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他果断决定要迎战我们的发明人 来来来来 刚一上车 这位先生下棋的兴致就起来了 在黄昏的江边 一边登车 一边下棋 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发挥 一圈下来 似乎我们的同学 出于劣势了 先输了 他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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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骑车一边下棋有吗 没有 骑车又下棋没有 就是住着坐着 零块 零块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愉快 很愉快是吗 是赢了骑愉快 还是骑着车愉快 骑车也愉快 赢骑也愉快 两个都是愉快 好好好 这边刚下完棋 就有人张罗着打起了麻将 周围散步的观众 兴趣还挺高 要说这麻将没少见 搬着一张可移动桌子 在江边打麻将 还真是头一回见 童岳飞 刘奔 毛泽广等同学 设计发明的五人娱乐小车 巧妙地采用 四个连接成U型的万象节 让小车实现了不同方向 同时传动的功能 围坐在一起的任意操作者 都可以驾驶车子 实现前进或后退 而安装在小车上方的桌子 这让人们更方便地体验到 休闲互动的乐趣 该小车不仅能用来健身娱乐 还锻炼着驾驶者的配合默契度 而它成本低 造型新预的设计理念 滋味景区 公园 以及人们日常娱乐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五人娱乐小车呢 巧妙地采用了一个 万象节的万象轴装置 这样呢 是坐在不同方向上的 这五个人呢 同时可以对这个车施加驱动力 另外一点就是 它在这个车上呢 装着一个小桌子 运动休闲的同时呢 可以打打牌呀 下下棋呀 这样的话呢 增加这个运动休闲的趣味性 如果把它的轴距缩短之后呢 它的灵活性就会所提高 好 以上就是 今天五爱发明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 好的想法和创意 也可以告诉我们 发送字母T到1066-99991 也可以通过登陆 我们的官方网站 还有新浪微博 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今天再次感谢 王文君老师来到演播室 给我们做精彩的讲解 还有做生动的实验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 收看今天的五爱发明 欢迎继续关注 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内容 不肯需从人类摆布 很难人工被养 有一个不怕毒蛇的人 他把养蛇作为致富梦想 敢于蛇口喂食 还要研究出专门喂蛇的机器 什么机器能对付危险又脆弱的毒蛇 能在蛇口喂食呢 请收看五爱发明 魏蛇记